我们还有一个大部分呢,就是辅音,辅音它是英美音区别上最小的,几乎没区别的一套部分,所以不管你是学英式音标,还是美式音标当中的KK以及DJ,辅音都是没有变化的,都是同样一套,所以你看了这个视频的这个后半部分,你也可以把英式音标当中的另外一部分给顺带掌握了。 我们来看一下,说到辅音的话,我们可以把辅音简单分成两大类,根据它发音的时候声带震动的情况,来把它分成一个叫轻辅音,一个叫着辅音。 顾名思义,轻辅音在发音的时候声带是不震动的,你把你的手放在喉咙上感觉到它不震动,那就是轻辅音,如果它震动了,那就是着辅音。 那我们的辅音呢,现在你看这个表格,这不是所有的辅音,我只是说这是可以成对的,一一对应的,找出了十对二十个对应的轻辅辅音。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些不成对的一些辅音,比如说它们,你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被称为不成对的单独存在的轻辅音, 还有单独一个存在的轻辅音,这七个三六七,再加这一个八个,再加刚才的二十个,二十八个总共被称为辅音。 我们再翻回去看一眼,那么这对应的这十对应该怎么读呢?我们先大概再读一下,左上角,那么被称为同一对的是写在同一行, 那它们之所以被称为一对,大家一定注意有这么一个规则,叫做口型一致对应记忆就可以了。 什么叫口型一致啊?也就是它俩之所以被称为是同一对,它两个的口型一模一样,区别就在于一个声带不振动在左半边,一个声带振动在右半边,这边是轻辅音,这边是转辅音。 那还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怎样方便记忆,你只需要记住左半边的发音,右半边只要声带一振动就可以想出来。 如果有一天发现这个不会读了,你想想它的轻辅音是什么,把轻辅音读一下,声带一振就出来了。 由于这个音后边我会做详细解释,所以在这只是带读而已,大家跟读就好。 不振动,震动。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些不对应的这些,这个第一个。 嗯,第二个,嗯,第三个,嗯,第四个有两种发音,了,哦,这两种,再下一个,了,再下一个,我,再下一个,也,这个,哈,好,我来挨个给大家去进行讲解,一个一个看。 这个发音记住,把嘴闭上,闭上之后它叫爆破辅音,之所以闭上就是因为有口气,要用这个气把你的嘴打开,有这么一个突然间爆破的感觉,它就读成了,啪,啪,声带不振动,手放喉咙上感觉它是一个心辅音,啪,啪,你就是再使劲,它也读不出声,它是气和气的摩擦。 特使劲也是,啪,顶多这样的,它也不能读成啪,千万别这样,它读的就是啪,啪,啪,就是气,它和红楼没关系,如果你发完嗓子哑了,说明你发音位置不对,举例,n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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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我们来看下一个和它对应的卓辅音,这个也是一样的口型,嘴唇闭上气流崩开,但这回区别在于它声带震动了,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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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应该怎么读,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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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对应的是字母B,都是读,b,它就相对有声了,所以我们在区分轻辅音和卓辅音的时候,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你看,它是气和气的摩擦,还是说它实际上有一个声带震动带出的一个声音。 再下一个,这个呢,t,你就不需要把嘴唇闭上了,但是要需要把牙齿闭上,然后你的上下齿闭上了之后呢,你的这个舌头等在中间,然后用舌头冲破牙齿就可以了,t,偶尔会有液体伴出很正常,声带仍然不震动,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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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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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声在振动 g g g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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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接下来又出现一对 这一对他们两个都要怎么办 舌尖被上下持咬住 左半边不振动 右半边振动 左半边读长 右半边读长 这边 这边读长 感觉在读后半边这个音的时候 舌尖在上下持之间这样来回 因为振动嘛 有气流量出来 所以它有点痒被咬住的时候 有这个感觉就对了 再来一次 这个是 那它对应的组合呢 都是th怎么组合 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吧 来 这个例子是什么 左半边呢 这个对应的是它 那应该读成了math math math 应该像那小孩一样 把这个舌头 舀在上下持之间 math math 那么如果要是啄语一下呢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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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 father math father 不管你拙也不拙 舌头是一定要咬住的 再看下一个 这个呢 上持咬下唇 应该做出小姑娘这样的动作 偶尔有液体喷出很正常 那么它记住声带不振动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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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ia is fun she's so fun she's a fun girl oh my god fun girl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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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fun five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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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一个音是什么呢 来看到他 这个音 s 轻辅音 声带不振动 s 但千万别四个没完啊 好多人就s 老半天 你一定记住 不管这音再长再短 它都是短的 在英语当中 请不要称这么长的音 太个音啊 应该读成了s的音 我们来看 老板这个单词应该怎么说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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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再使劲 s 它声带也不振动 那么相对振动的是谁呢 z n n 比如说拉拉链这个动作叫做zip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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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ip zip 好再看下一个 这个借助要是要 撅还要翻 s 对应的是sh的发音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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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fish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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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着音应该怎么读呢 你试一下 声带震动着一下 z 特别像日 对吧 对了 z z u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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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特别难读对吧 嗯 有点难读 再看一下一个 这个读什么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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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刚才的那个sh 有点像 一个发sh 一个发sh 一个是sh 一个是sh 听清了啊 这个读的是 sh sh 声带不振动 sh sh 我们来看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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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相对应的卓辅音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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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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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有点像赵本山在多年以前演的一个小品 就是说打农药 给果树打农药 就 一 二 三 那个 s的音就对了 那发那个 s的音 s 声带仍然不振动 s 那应该读成 c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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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往下 今天读成 z 老师 我觉得这个音跟刚才那个z特别像 我说了 像是一样吗 不一样 那你回反推一下 这个z 它的这个音是谁的着服 是它的着服 而刚才单个的z的那个 就是z的那个音呢 是谁的着服 是斯的着服 那我的问题就是 斯和呲是一回事吗 不是 所以 它后面的这个音再像也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理解呢 如果你看到的音雕是没有前半部分 只有后边的这一个 它就一个音 而现在你看到的是两个音 从音的个数上来看 是不是觉得这个音相对较长 而且前面是一个着服音 又加了一个着服音 是不是着化程度更厉害 所以你这样记 如果没有前半部分 只有后半部分 你就记住这个音要短 而且在嘴的前方去发 而如果看到了这一个 音要长 还要在嘴的后半部分去发 所以这样的音 应该读成 嗯 嗯 而如果是这样的音 就读成了 嗯 声音相对较长一些 我们看例子就好了 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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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 d和s 在合在一起的时候 两音合在一起时 可以读成 z 这个音 cars cars 接着往下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音呢 有一个读音叫做 ch 如果你读不清 你也可以把它读成 ch 再加若 也行 tara 也ok 再一次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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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也是这本山 同一个小品里面说的 就是闪光灯都对 你就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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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ch的时候 前面有一点点 ch 的这个音 就对了 再一次 ch ch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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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t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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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下一个呢 这应该读成了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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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应该是 dream dream 同理 如果这个 ch的音不会读 你读dira 也行 dream 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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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现在成对的音 也就这些了 成对的是多少顿呢 十对 轻卓辅音 总共二十个 那还有dang burn的呢 来看dang burn的这一个 这个音干嘛 秋天快到了 现在有点冷 所以大家都会 冷的时候就会给自己手哈哈气 就 啊 那个音 啊 这个音就对了 发ch音的时候就 啊 啊 啊 轻华音 是这样再大 它也不会震动声带 所以这是 hit hit 它比较废气 再来一次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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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这个音 两个字 闭嘴 嗯 嗯 嗯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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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闭嘴就可以了 那么遇到这个音呢 记住嘴唇要打开 不能闭了 但牙齿的闭上 嗯 嗯 嗯 比如说 这个 n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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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原来是这样去问 一个闭嘴 一个闭牙 是吧 那么这个呢 这是我师傅教我的一个叫做闭嘴哼鸣音 他都称 嗯 这音如果说老师我不会做怎么办 你就先记住 我的师傅这样说 先把嘴闭上 闭上之后哼鸣 嗯 一边哼一边张嘴 嗯 到最后那个音就是了 嗯 嗯 和在一起 song 所以你在看到这个音发出来之后 后半部分你嘴是张开的啊 再来一次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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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再往下这个音你记住了 它其实有两种发音 它如果出现在原音前读的是 了 如果出现在原音之后 就是舌尖拍打上尺 抵住上尺背读成了 哦 哦 哦 你看看下来的和喉 能不能看见舌头 你也应该看见你舌头 我敢肯定在镜子前面的同学 肯定有同学是牙齿闭上 这样是不对的 你要把你嘴打开 才能看见你的唇 才能看见你的牙 这个舌头 哦 哦 所以拿着小镜子看一眼 你这牙齿打没打开 记住不是眉毛立起来了 是你的嘴 好多人 哎 就是立眉毛啊 千万别立眉毛 我教太多年 知道你们都会有什么毛病 在原音前读的是舌尖拍打上尺背 了 如果在原音后 哦 定住不变就行 我来举一个最难的例子 在原音之后 这个时候学校请不要读成scoo 说明你丢了个音 应该读成scoo s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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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对啊 再看下一个 这个音呢 哎呀 老师这么感 跟刚才卷声音很像啊 你记住 他单独出现的时候 他就指的是辅音 读成了r 这个音 比如说骑自车的骑 ride ride 别忘了后边的这个字 我爱读的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双眼音 i 这个音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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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在下面 这个呢 记住 哪哪都不碰 嘴非常干净 w w 也不咬唇 也不咬牙 哪打不打 再来一次 w w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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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往下这个音呢 他读的是 ye ye 他在读ye 之前是有一个e的那个在里面一个铺垫的音的感觉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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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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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原音前字母开头的一个y 他都会读成ye 这个音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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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